被誉为印太战律之父的日本前首相安倍骤然临时 享年67岁 4000多名国内外来宾以及无数日本民众前来送安倍最后一程 安倍国葬地点东京舞蹈馆外 九段板公园上午开放献花台 截至下午2点排队人龙长达3公里 等待时间3个小时起跳 让结束时间不得不延长1小时到下午5点 生活民众手持鲜花向安倍一向鞠躬俱进 也有人忍不住流泪啜泣 还有台湾民众戴着中华民国国旗 脱帽深深向安倍敬礼 感谢安倍生前多次力挺台湾 以及对印太地区安全的诸多贡献 谢谢他一直照顾台湾的感情 因为有阿伯 所以才会帮我们把日本跟台湾的友情借来很紧 我认为阿伯没有信任的人 安倍今年7月不幸遇刺享年67岁 为历史上任其最久的日本首相 生前多次展现对台湾的关心与支持 并喊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以及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等前瞻战略理念 专利所提出的安倍经济学 也曾帮助日本度过经济泡沫化时期 安倍さんがああいう形で亡くなられて すごく悲しい思いをずっと持っています もちろん安倍さんの今まで日本の政治家として 立派にやってき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に感謝を込める 今の日本の政治家には 安倍さんに代わる人はい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 安倍さんに対する気持ちで感謝の気持ちですね 尊敬人を亡くされてね 本当にもったいないような まだまだやってほしかったですね 安倍精神後续将会如何延续 值得关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慧 日本東京采访报道 日本東京采访报道